這個中心在埃及的國家做的香菌,我們這邊的當地的香菌在另外的國家買不到。 這裡我們的當地香菌跟你們的那邊,你們台灣人做的那個金油不一樣,香菌跟金油不一樣。 香菌跟那個澳洲、法國人那邊做的那個香水不一樣。 但這裡我們的香菌如果你們就最後,你們如果買,你們以後不要買香水。 為什麼?香菌是香水的原菜藥。 我的意思是,這裡我們有那個Chaner 5號的香水的味道。 這裡我們有那個Dior,Christian Dior的香水的原菜藥。 在這裡我們有那個Armani,Georgio Armani的香水的原菜藥。 有那個好多好多名牌子香水的原菜藥。 我們出口到部分這裡的香菌到法國,那邊法國人很聰明的人。 他們就做包裝好看的棺子。 裡面在他的里,他們用一點點埃及當地人做的香菌。 一分香菌,再加八分九金,三加一分水。 我的意思是,你們聽得懂嗎? 意思是,一分香菌,八分九金,一分水, 和一比八比一的利利,他們做的什麼香菌。 雖然我就跟客人說,你們比較好,不買香菌。 為什麼香菌不好用? 對你的身體不好用? 還有味道,不到了一個小時,味道很快, 蒸發會會發。 這個是救菌的問題。 但是這裡我們當地的香菌對身體很健康的東西。 這個東西小孩子可以用老人, 上面那個敏感的皮膚也可以擦香菌。 埃及當地的香菌有什麼做的? 香菌有什麼做法? 什麼用法?賣法? 都給你們慢慢講。 大概是半個小時過的時間。 給你們介紹我們香菌的故事是什麼。 埃及人從五千多年的時間到現在, 到現在我們的人這麼做的香菌, 都給你們慢慢講。 好多了。